《嶺南音樂》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它 《折中中西》 《融繪古今》 很多人對廣東音樂的概念更多的是 像以前的五架頭、三架頭那樣的一種形式 如今在近幾年來 開始嘗試越來越多的用民族管前樂的形式 大樂隊的形式來呈現它們 2020年疫情期間 我創作了一首叫 《廣東音話三首》的民族管前樂 由中央民族樂團在北京首演 我印象很深 這個作品演完有很多聽眾反應 原來現在的廣東音樂 可以以這樣的形式來演繹 這也為廣東音樂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我和灣區音樂是很有緣分的 在廣州生活了這麼多年 我一直在嘗試 在作品中 融入當地的一些音樂元素 19年的時候 廣州教學樂團 違約我創作的一首 美麗的大灣區 它是一首交響序曲 當時就在這個灣區藝術節的開幕式上 首次演出了 《廣東音樂》 這個作品 我在裡面融入了很多灣區音樂的元素 把這些城市的音樂符號 融入到這個作品中 《新時代的高速發展》 它會給這個音樂帶來一些新的變化 這些其實就是需要我們來做的 把這些新的想法融入到音樂中 傳統音樂 我們要愛護它 保護它 但是我們也需要用新的方式 去傳承它 傳播它 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 越來越多地關注這個元素 希望能用當下的一些審美視角 去讓它變得更好 持續創作的這麼多年 從我們的老一輩 到我們現在的年輕一代 其實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讓我們的音樂 走得更遠 走向世界